那么我们今这个是吃的是这个也是全家的啊 叫唐阳鸡块咖喱蛋煲燕麦饭的这个便当 每100克990千角 热量非常高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咖喱的原因啊 造成了它热量非常高 然后这一盒是468克啊 14块8毛钱 唐阳鸡块呢 就是这个卡拉K啊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这个 炸鸡块的意思啊 用了一个唐阳的名字 就是那个卡拉K就写作唐阳 所以他直接把这个字用过 直接这样写个 拿过来呢 觉得这个饭稍稍洋气一点 其实这个卡拉K啊 是正宗的卡拉K是不咋好吃的 这个去过在日本 去过日本旅游 我觉得可能看不到 但如果你在日本生活过 就不是旅游的形式 在那生活过的话 就知道这个 日本的这个什么卡拉K啊 亚基托利啊 都是很难吃的 其实不符合中国人的这个 对好吃的定义啊 很合的很好看 唐阳鸡块 还有如果是去是近期打算 去日本旅游的小伙伴啊 尤其是B站嘛 大家都是二次元 是吧 告诉你们炒面面包 就不要去尝试了 那个买的是挺好 买价格也不贵 300多円嘛 但是味道啊 真的是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啊 挺难吃的 炒面面包 然后这个是唐阳鸡块的这个饭 其实他这个很早了 唐阳鸡块这个 这个饭呢 应该是13年就有了 还是14年有的 但是我吃过一次之后 就再也没买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它不好吃 看来这么多年 过去了 它没什么变化 里边还是五个这个鸡块 然后对 还有一个没给你们看 其实我觉得它翻译的 也挺山寨的 算了 它的那个英文翻译 叫唐阳chicken nugget 就没用那个日语翻译 的日文翻译的 那个卡拉K的那个翻译 然后 这是里边有一个蛋煲饭 有一片蛋 蛋煲燕麦饭 有一片蛋 然后下面是这个燕麦饭 周围是这个咖喱 就这么个 就这么个东西啊 饭给的还挺多 主要是我觉得 这个一点蔬菜都没有啊 感觉非常不爽 然后它这个咖喱里边呢 也没有 也没有土豆瓦胡萝卜都没有 就是一个咖喱汁有点洋葱这样 那么先试一下 看看它这个鸡块有没有改进 这么多年 可以看到啊 这个经过微波炉加热之后 这个鸡块就已经干 干掉了 实话实说啊 我觉得它的鸡块是有进步的 14年第一年第一次吃这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这个鸡块太干了 现在它这个鸡块稍稍改进了一下 没有那么干了 但是仍然是比较干的 这个鸡块 然后调味也比较中式吧 我觉得 至少日本人是不会吃这么 味道这么 这么重的这个鸡块的 这个蛋我觉得有点改进啊 蛋是有改进的 以前的那个蛋就是蛋的味道 现在它这里面是加了蘑菇吗 还是什么 吃得到一点其他的味道了 然后这个咖喱汁呢 也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的这个咖喱汁是比较稀的 现在明显它这个饭呢 是浓稠了一点 我们试试一下 搞一下饭 一起来感受一下 你别说 它这个咖喱改进了 除了咖喱正常的味道之外 还有一点 那个叫什么香料的味道 然后能吃到这个燕麦米 燕麦米的口感 常看我视频的都知道 我喜欢吃这个燕麦米 觉得特别有口感 然后它这个配合 它这个咖喱里这个香料 加上这个燕麦米 这个饭还是挺好吃的 我觉得 但是这个鸡块真的是不怎么样 如果它把它这个咖喱用在它其他的更多的这个饭的这个品类上 我觉得它这个效果应该是更好的 那就是这个唐阳鸡块 咖喱淡薄燕麦饭 欢迎关注微博搜索微知小白 有互动 拜拜 咖喱淡薄燕麦米的口感 咖喱淡薄燕麦米的口感 咖喱淡薄燕麦米的口感